这部科幻电影最让人揪心的就是 理性和感性必须选一个 觉得理性的扣一 觉得感性的扣二 看完故事再看看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荒凉的火星上人类已经迁移过来有些年头了 周边只有这么一户人家 索性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开心 妈妈的弹唱声让这荒凉的戈壁多了几分色彩 这天一早雷米发现了玻璃上的血红大字 父亲看到滚开两个字立马变得异常紧张 提着狙击枪在房间内蹲守一天也没见人意 这种长时间的高度紧张让人崩溃难受 父亲嘶吼着 窗外依旧没有动静 渐渐的家人的心情也缓和了下来 女儿雷米担心自己猪崽被杀 跑去了饲养圈 母亲大喊着赶紧回来 因为塑料大棚内有影子闪过 雷米疯狂地跑 那边疯狂地追 父亲提着狙击枪一枪击中了一人 紧要关头母亲冲了过去 压住了另一人扎了几刀就跑 不远处的山上还有一个人拿着枪瞄准着这边 父亲执意要去杀了这个入侵者 雷米看了一眼地上奄奄一息的女人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陌生人 而且是个被杀的死人 眼看天色见黑她和母亲躲进了房间里 这一夜非常的漫长 因为父亲久久没有归来 以至于雷米要上厕所 女人也是小心翼翼地带去 次日的早晨女人看着窗外的小猪仔还在发浪 一名陌生人持枪瞄准了女人 让她放下手中的刀子 男人揭开了自己的面纱 这个男人说出一番话惊掉了我的下巴 你们杀害了我的妈妈和妻子 这些我都不跟你们计较 但是我要生活在这里 我是这里的原居民 是你们抢走了我的居所 我知道如何更好地生存下去和保护你们 我们可以相处一个月 之后我把后背交给你 生或者死你做选择 女人无可奈何答应了她的请求 三人一起掩埋了死去男人的尸体 暂时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雷米从男人的背包中翻出了一张画像 然后想起了之前死亡的那个女人 猜测大概是她的妻子或者是妹妹 这场悲剧中男人的妻子死了 女人的老公死了 剩下这三个人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先活下来再谈其他的比较稳妥 日子一如既往地过着 这期间女人翻看仓库发现了一个机器人 这下雷米有了新朋友了 生活似乎又有了乐趣 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父亲死在她的手上 每过一天她就在玻璃上级下 坐等三十天后母亲的复仇 杰瑞的心思很单纯 希望用爱感化两人顺便拿下女人 生活在这种困境中 生存繁衍的责任远比仇恨要大得多 杰瑞非常的理智 相比之下的雷米就一心想着离开这里 再看到母亲没有拒绝杰瑞 她觉得全世界都是背叛两个字 雷米背上行囊踏上了行程 来到这块区域的尽头 她触碰到了玻璃罩一样的东西 她绝望地喊叫着 看来自己的计划落空了 正在难过的时候看到了远处的一扇门 刚刚打开大门 就听到远处母亲的叫喊声 雷米还是选择了离开 这的确是通往外面的大门 但是外面的空气稀薄很难生存 幸好杰瑞把她从隧道里救了回来 这个生活在火星上的男人告诉她 日出变得越来越蓝 这说明空气越来越稀薄 我们这里是因为那个保护罩 才能舒服地呼吸到空气 门外的世界是一片荒凉 根本不适合居住 女儿的出走母亲不是不知道原因 她哭诉着自己的痛苦 我很爱你的父亲 但是她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该理性还是感性 这个火星上可能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来才委屈求全的 次日的早晨 杰瑞抱着妈妈心爱的吉他 希望女人能教她弹奏 女人表示可以 结果吉他开始弹奏 雷米是越看越气越气越看 最终绷不住情绪奔去了蔬菜大棚区 雷米愤恨地说道我恨你妈妈 你背叛了爸爸也背叛了我 今天是两人相约的日子 杰瑞把枪放在桌子上 背着身子站在门口 到底是生事死你做决定 雷米的妈妈拿着枪指着杰瑞 内心也是拒绝的 但是女人是个感性的动物 扣动扳机之后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杰瑞跟他们好好地相处了三十天 本以为他们能理性地看待现在的处境 没想到还是要杀自己 再次出来的杰瑞手上有伤 雷米知道自己的妈妈肯定遇害了 于是撒腿就跑 杰瑞紧紧抱住雷米沉默 等到他能自己离开这里就放走他 时间一晃雷米也长大了 两人的相处依旧是沉默寡言 雷米这边一直在准备外出生活的装备 杰瑞喝着酒跟他聊天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 可能整个人类也只剩下我们两个 我并不喜欢你 但是关于人类的繁衍这个重担却落在了我们身上 说实话我很为难也无奈 如果你现在接受不了 我可以继续等着 毕竟你年纪还这么小 雷米不认可他的想法 一直强调自己肯定会离开这里的 当晚杰瑞发现了雷米偷偷准备的装备 把他打晕之后捆绑起来 就在杰瑞打算强迫的时候 机器人一枪打伤了他 振脱开来的雷米端着狙击枪面对这个生活十年的男人 还是选择了开枪 掩埋好他的尸体后 雷米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 没人的日子里又感觉到寂寞和无助 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死 当一切装备准备好之后 雷米踏上了外出之路 门外的世界的确如杰瑞说的那般 到处都是荒漠根本不适合居住 而身后的大门也缓缓关上再也打不开了 这部科幻电影最让人揪心的是要在理性和感性中选一个 你会怎么选择呢 评论区告诉我